台中大理火警亮無此悲劇 事發前監視器畫面曝光 前一晚鏡頭拍到 二兒子開車出門 大兒子也離家 直到12點多二兒子回家 一切看似正常生活 到了凌晨3點多 鐵門半開 冒出火花 7號一早消防隊派人 到現場非空拍 補空照圖留存對比 家屬進進出出 拿小孩子的遺物 他們兄弟姐妹的相處是滿好的 都這樣很合情 鄰居說陳姓屋主平常就有習慣 在家裡點蚊香 這次檢警調查後 起火點出判在屋主床邊 並不是電暖爐 法院裁定羈押 肉葉省以後 在今天的凌晨2點多 依法予以裁定羈押 法院庭長透露 一開始家屬提到屋主有瞻望症 但檢察官調查後 並沒有相關的就醫紀錄 加上火警 高機率是人為因素 就瞭解屋主身體不太好 需要洗腎 收藥後是否需要就醫 由御方審酌 法院表示屋主除了173條的縱火罪 刑法271條殺人罪 他也涉嫌重大 TVBS新聞 不然在情報上 發生火罪